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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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要拍影片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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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讚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進 大家剛剛有看到前面的購買畫面吧 沒錯 看到這些畫面跟標題你們也知道 我今天要做的是 超高熱量料理汁 我不知道我早餐要吃什麼的話 那就來做這樣子的蛋餅吧 這應該是最長的料理名稱之一了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個發想呢 是因為早餐每一個人一定會吃早餐吧 只要是上班主或學生大家都會吃吧 對吧 或者是你要省錢你可能不吃 這個例子我們就先除外 在早餐店你有一大多個選項 什麼吐司 漢堡 再來就是國大台灣最出名的東西 所有外國人都非常喜愛的蛋餅 對我也是一個非常喜歡吃蛋餅的人 可是 你們要知道 早餐一天就只有那麼一次 那你想吃的口味有這麼多種 什麼鮪魚 肉鬆 玉米 那些通通都要 所以呢我們今天 這些要全部都給它加進去 來成為我們這個 超高熱量料理的鋪陳 總之呢 剛剛還要說到材料 所以我們把材料變脆 OK 那就是我們今天 蛋餅的材料 還有可愛的歐拉 OK 那麼這就是我們今天蛋餅的材料 那麼再說一次 有肉鬆 鮪魚 火腿 魚比利 起司 不過在這邊跟各位說明了 就是大家都覺得超高熱量料理 有些人跟我說不要再放起司 不是 今天呢 它會熔關為超高熱量料理 就是因為其實 告訴大家一個小知識 蛋餅的熱量其實 非常高 知道嗎 所以我已經很克制自己不要吃蛋餅 所以我一次吃就要吃它全部的口味 好的 那我們在做超高熱量料理之前呢 我們的明星片啊 之前都有陸續送出囉 那大家還記得超高熱量料理可以幹嘛吧 沒有錯 就是命名 那我們來公開一下這三位上市的得主 吹 吹 沒錯 記得私訊我你的搜尖地址 這樣我才可以把我的明星片寄給你 OK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進廚房 做料理喔 等一下 在做料理之前呢 因為這間工程非常的浩大 所以我需要來一下我的二廚 是好久不見的 各位各位 大家好 好久不見 好你剛剛也在外面已經稍微聽到 我要怎麼做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 進廚房嗎 吃飯 GO 好那麼現在呢 我要先做非常簡單的事情 就是 加熱蛋餅 要先把蛋餅弄熟嘛 對不對 如果蛋餅弄熟 怎麼可以吃 其實也可以啦 不行啊 所以配蛋餅你有沒有吃過 太餓了 好我們先這個鍋熱鍋 加點油啊 好的 油轉熏勻 然後就可以放我們的蛋餅 這聲音太好聽了吧 就是會到你的肚子餓的聲音 好我們怕會失敗 我們多煎幾片好了 我怕他會不會包不下 讓他看一下 沒關係我們精簡 我們重點是要把所有的味道都 加到裡面 才是我們今天的目的 好 重頭戲要來了各位 現在我們要來製作我們的蛋餅啦 我覺得呢 餅皮都準備好了 我們先下油 我還在機打蛋嗎 可以了 我們要 還原早餐店的手術 帥氣大手打蛋 這東西對你來說 喔 簡單到不行 真的假的 我只會把蛋捏爆 簡單到不行 看來是我不太行 已經長大了 然後把我們的蛋 下油下去 然後呢現在呢非常的精華 非常刺激喔 我們現在要把我們的料 全部給加下去 可能是我們的玉米 玉米要火切小一點 讓我們時間可以做它 然後我們的鮪魚 然後我們的起司 起司有沒有 還有我們的 火腿 還有我們的什麼 還有這個 罵鎖 最後是我們的蛋餅皮 來得及嗎 我是不是來不及了 我覺得來不及了 而且我覺得他看來有種 火傷到腿發的感覺 欸如果你翻成功有點 欸 好這件事情 告訴我 太慢了 太慢了 果然 我們需要二處 蛋餅的成語帶 就在一夕之間 每次 我們 再挑戰一次 所以這邊是 失敗的 所有的東西 都分開來的 比 這東西一個人 真的來不及 現在呢我決定 順序就是 我們先下油 好 然後把油轉開 然後 我們蛋 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要馬上 把所有的料都放好 所以 等一下呢我下蛋 你下蛋 對我下蛋 你下蛋 我下蛋 然後 然後你放掉 可以 來各位準備好喔 沒有問題 來先把起司片打開 先把起司片打開 然後在起司 玉米鮪魚 火腿啊 火腿在旁邊 拿一片的給他肉魚就對了 好囉 大家準備好 我們要開始囉 火小一點 太少了 鮪魚太少了吧 他太少了 我先踩個鮪魚 他再骨鮪魚 後退 並批並批 究竟 能不能 有沒有黏到 我覺得 有喔 他那個旁邊有完美的結合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這一塊 我好怕翻他 我覺得他連在一起了 完美 成功 成功了 我們第一塊 成功了 但是人齁 貪婪的 我還要再做一塊 他好肥美喔 幹嘛把它捲起來嗎 超肥美的 好就這樣子 來各位 第一片 四座 完成 原來是 超巨大蛋餃的部分 超像 超像 這感覺超好吃的 它感覺超好吃的 可是它真的超像超巨大蛋餃 超巨大蛋餃 等一下我們還可以讓他看鏡頭 我不知道早餐店要吃什麼 不如就所有東西都給我來一份吧 蛋餅 你能記起來 真的很假的 那麼 各位來 給你這個 二廚被送上的指命 就是大家把它切開 我們拿手機入鏡罩 沒問題 我們來看它橫切麵 切下去 有點難切 看有沒有肉鬆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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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你們看裡面 實在是太壯觀了 太美味了 然後我們另外這塊我自己 我切開來看 其實這塊的話 它的 鮪魚比較少 就是會沒有那麼的 讚 玉米很好吃 你只吃到玉米嗎 我們一人拿一份過去好了 對 這樣給你一份 那這一塊我拿 拿一份過去 那我們進入我們的試吃環節 我先吃這塊比較肥美的 我好餓 那我也先吃比較肥美的好了 你知道嗎 我吃下去的瞬間 我看到 我以前吃過早餐店那些阿姨的畫面 全部衝到我腦袋 他們對我笑的那個畫面 那畫面 有點母湯 可是很好吃耶 回家進去的味道是玉米的甜味 然後再搭上那個肉鬆的鹹度 然後到後面呢 它會出現 那個起司的那個起司味 然後最後再用我們的 鮪魚收尾 我覺得如果小時候 上學之前能夠吃到這種大米當早餐的話 我每天一定都會過來去學校 可是它好貴耶 它應該是真的很貴 有點可惜的是它火腿味道很少 肉鬆味道好像比較重 對 會把火腿蓋過去 不然其實就是要有可能火腿放兩片 對 好爽 那待會 我要來請我們的朋友來試吃 不能吃我們兩個吃 因為我們兩個做的說不定 他們覺得我們擴大其詞 對 好你吃完我們等一下請我另外一個朋友 來幫我試吃一下 那就是我們的 開 OK 那我們刮刮 難得刮刮菜 我幫你準備了一個 你這影片很香耶 對很香 就是食物香然後人也香 你們自己判斷 我要怎麼吃 直接切嗎 直接切嗎 這樣打直接整片給你 因為我相信沒有人會停下來的啦 沒有人會停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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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只吃一半 直接吃掉一半了 欸它起司都流出來了耶 超爆漿 很滿足耶 對而且它重點是它竟然是成功的 失敗 星期一半上半來分真的很精神都來耶 你會覺得 啊這個禮拜一沒什麼 對啊 禮拜一好像都可以克服 我都已經度過了這一切 有這個好像都可以克服禮拜一了 結果老闆影片賣120 超貴 結束了 120 好痛喔 以妳看吃過的料理評價來說 10分妳可以幾分 我們來 9.5 這麼高喔 你用這個 厚0.5分嗎 那我覺得有點鹹耶 因為它的那個佐料太多了 下次給妳分配一下 我覺得妳可以放一些什麼 青菜 一些是它 香菜 還有香菇 先不要 OK 那麼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超高熱量料理 那麼記得 大家也可以幫助料理取名字 還記得在下方留言喔 那我們也謝謝乖乖今天來陪我做這道料理 沒有妳 我們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Tuber OK 那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那記得按下訂閱還有喜歡 不要忘記去訂閱各位的頻道 各位現在要重新開始做影片啦 耶 好 那麼要記得按下我們的小鈴鐺 好好追蹤我的再次播客跟IG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